朋友经常跟我开玩笑说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 为什么你要去做代购呢 可惜我不叫明明啊 我叫Vivian 行小红 我来自广东 我是一个潮汕女孩 然后呢 我来澳洲已经三年了 哈喽 大家晚上好 我是10号选手新小红Vivian 我以前是在波兰留学 读音乐学院学的是钢琴 然后呢 刚开始 我刚去到波兰的一年 然后我的外公外婆 他们就拿到这边的身份了 所以我就到澳洲来留学了 那个时候我是一直住在 在我阿姨家的 有想过说出来住 可是觉得说你出来住 你要赔很多Vivian 其实我在我阿姨家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慢慢一点点的做代购 然后呢 赚够一定的钱了之后 我就搬出来住了 所以做代购呢 可以说是为了自食其力吧 像很多在外面买不到的一些产品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买得到 像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展示区了 以前没有触碰过这个行业 然后比如说棉安油一贯是100克 然后我以为说1公斤 那么就是10个了 然后我一般会说 10个加上1公斤的油费 一共是多少钱 然后就卖给顾客 然后其实不是这么算的 其实是100克的棉安油 它只是它那个净含量 你还要包括它那个瓶子的重量 然后那个箱子打包的重量 你加起来起码要1.5或者2公斤了 所以刚开始做代购那个时候 我都是一直在亏钱的 你知道做代购最头疼的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顾客需要什么东西 而且你买不到 刚开始我会去跑 单独地去每家药房去跑 然后后来发现有些东西 买不到的情况下 我去跑到一些就是中国人 比较少的一些区 然后我甚至是北区机场附近 但是后来发现好像机场附近 那个区好像也被中了一点 到后来的话 我的客源越来越多 我就考虑就是大批量的去购买 然后我就跟身边几个朋友 他们也是做代购的 然后我们就是合起来一起跟那个 就是跟那个公司订 那么这里呢 就是我们摸本最大的一个仓库了 所有的产品就是我们通过 从公司订完之后 然后就过来 然后我们就负责把它裸上那个货架 然后我们再把它像奶粉 先一配拉一配拉打包之后 然后我们就空一种 那跟那个爱他美专一起 下手一起发走了 可以啊 其实你在做代购 在卖这个东西之前 你要先去搜索很多很多信息 知道这个产品之后 你对它有所了解 知道为什么吃 吃多少怎么吃 哪些人不能吃 之后 你再去卖给别人 还有学到一个就是 客户服务 就是你怎么去跟别人沟通 别人问你说 你有没有这个产品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就跟他说 这个东西没有 那你这样是赚不到钱的 如果别人问你说 你有没有这个奶粉啊 有这个奶粉啊 我说 虽然我没有 但是我介绍你 全世界最好的奶粉 什么什么什么 你不要给他介绍一个 你给他介绍两款 可以选择 你知道澳洲化就是澳洲的开销那么大 留学网的工作还有那个我做代购的 其实担当我的学费就不够的 后来呢我是通过就是教钢琴 我本身我从小是学钢琴的 然后以前又在那个波拉都音乐学院 然后我没有读完 我觉得挺可惜的 就是一直有遗憾 就是说不能完成我的音乐梦想 所以呢我在这边就是 虽然不能继续读钢琴 可是我可以教钢琴 在2014年的时候参加一次澳洲华裔小姐的一个选美比赛 其实呢我去参加这个比赛 我是想等我老了以后 我可以跟我的孙子说 看你奶奶以前也是参加过选美比赛的 然后也是获过奖的什么什么 10号邢小红 2014年度墨尔本华裔小姐最佳礼仪小姐的得主是10号 Vivian 恭喜 And the winner of Miss Ken Geniality is Vivian Congratulations 就是可以免费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这个就是我最想要的 然后呢才在这个比赛 我就是认识了很多朋友 因为我觉得人脉还是挺重要的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好多个啊 近期的梦想 我先把我的学业完成了之后呢 然后我就赶紧拿身份 然后身份呢我就把我妈妈申请过来 再完成我个人的一些梦想 比如说我还没有完成我的音乐梦想 我可能会选择就继续在音乐这方面再继续升照 最大的感触啊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你无关长的条件好一点 的确是你的优点 作为我来说我不会把它拿拿作来我来生活的一个资本 与其靠脸吃饭 我觉得还不如就是拿自己的双手或者头脑去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 在这带购桥路越走越远 其实我还会一直坚持下去了 这不仅作为就是我赚钱的一个方式 也是可以就是因为你坚持了一个事情 你其他事情也可以坚持下来 这是一种信仰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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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图 这是十年前... 感谢观看